健身气功 健身气功能 翻开中华文化史 在传统文化和养生实践的双重催化下 产生了具有健身养生作用的气功 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皇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 就才有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的气功健身理论 中医认为 气功能陪补元气 调节阴阳 浮正曲邪 气功是个大家族 健身气功是这个大家族中重要的一致 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四号令中指出 健身气功是以自身形体活动 呼吸吐纳 心理调节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易经经》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员 何谓易经经 易者改变也 金者肌肉筋骨也 经者经典方法也 易经经就是内敛脏腑 外强筋骨的经典气功 易经经很早就作为健身术 在民间流传 繁衍至今 经历了中医 宗教 历史的浸润 和地域 政治 人心的培植 衍生出一个远远流长 独具特色的功法 易经经究竟由何人 在何时所创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易经经由印度僧人达摩 在松山逸十洞内 面壁九年时所创 这段历史在少林寺代代相传 达摩洞更被奉为少林胜利 民间还流传着两篇名人写的序言 一篇据传是唐朝药师李静所写 说达摩大师作画以后 四僧们在洞壁中发现藏经二铁 一约洗水经 一约易经经 另一篇相传为牛高所写 所录于其僧所赠 岳飞遇害后 牛高将此册藏于松山石壁中 这两篇序言似乎告诉世人 易经经系达摩所创 因机缘巧合得以传世 而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博书导引图中 却明显可见易经经的影子 可以看出易经经 大致起源于秦汉时期的导引树 在中华文化中成长 经多年流传 逐渐形成受群众欢迎的 健身方法 2002年 国家体育总局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开展了 编创建身气功功法的科学研究 课题组经过反复研究 寻众实践和科学测试 在原易经经十二世的基础上 科学编排了 健身气功易经经 实践实践和科学测试 实践证明 健身气功易经经 科学合理 能强筋健骨 通筋活络 改善脏腑功能 适合在全民健身运动中 普及推广 整套功法 以对脊柱的旋转屈伸 称筋拔骨为特色 坚持习练 能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